一局打败几十位的英雄 北美新电影《死尸2》 首映第一个周末便以1亿2500多万美元 几乎是压倒性的票房优势 轻松登上了北美票房冠军 而且带到了北美地区的总票房大涨将近五成 由FOX电影公司推出的英雄电影《死代2》 虽然赤字打1亿1000万美元 不过首映第一周票房就已成功徽本 主要原因是电影属于限制级的动作影片 且剧情是所有英雄电影当中最不按常理出牌的电影 因此才能广受成观众的好评 让电影再创新纪录 成为美国电影时尚限制级影片当中排名第二高的电影 只输给两年前的《死代》第一集 动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才会活到 而为了邀请出上映第一个周末 北美票房就创下了1亿2000万美元的佳击 电影《死尸2》不止盛大的举办KTV之夜 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华裔知名歌手孔庆祥 艺术电影《一路成红》 熟悉的声音 逗趣的真体动作 潮人气的华语歌手孔庆祥 不止征服无数粉丝 这次更专程出席好莱坞新片《死代2》 KTV之夜 此定开场就是开通他这份正面又乐观的态度 我认为最大事是要相信你做的 然后就去外面再做它 不要关门或赶紧 这是要展示你的科技 从2016年的电影《Style 2》第一部横空出世 到续集电影《Style 2》成绩亮眼 也让参与这部电影演出的路易斯汤 开心不已 我希望演出电影 但我希望做到所有的 我希望做到剧情 演出爱情 我认为亚洲美国 尤其是必须在草莉沛 而持续肯定东森西英王 成功举办超过15年 孔庆祥人不忘继续鼓励 美国华人努力议员歌唱梦想 东森新人王 等你来清王 东森新闻李中瑶 英雄王杨平俊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